嗨小伙伴们大家好 说学逗唱的哥哥来了 请别忘记订阅我并按下小铃铛 不要错过我们的精彩节目 前些日子天津德云社热闹开业 但是应该很多人都没有注意 开箱演出前的这一段表演 第一场演出开始之前 一位演员身穿红色的蟒袍 对就是郭老师最喜欢的蟒 带着白地黑须的面具 在台上表演一些动作 这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跳家关是一种传统的仪式 是古代戏曲重大演出的开场仪式 因为有演员扮演的天官会跳着挪舞 向观众展开写有吉祥语的调服 所以这个仪式就叫跳家关 据说跳家关起源于唐朝 到了清代就成了规矩 凡是新戏员落成开业 或旧戏员一主开张 在首场夜戏演出中 必须在正戏开演之前 加演由独角表演的舞蹈戏 跳家关 这个风俗一直延续到 20世纪三四十年代 但是50年代以后 跳家关在戏曲舞台上 就很少看见了 这次在天津德云社开业上 跳这段跳家关的演员来头还不小 他是天津的京剧名角张克老师 我们今天请来给我们跳家关呢 是咱们天津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张克老师啊 我们又请张老师来 谢谢张先生啊 您跟大伙说两句 来来来 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个现场 给大家助兴啊 我那小时候 在西校时学过这跳家关 虽说解放之后 就几乎看不到跳家关的仪式 但是这种表演 还是会出现在各种戏剧片段里 不只是京剧有跳家关 昆曲 高架戏等等剧种里面都有 接下来的这段影像 就是1996年 北京昆曲研习社 成立40周年纪念演出时的跳家关 而且还是真正的最部跳家关 跳家关还分双家关 女家关 丑家关 一般跳家关的都是天关 在道教里 有三关大地 我们现在的正月十五上元节 也叫元宵节 就是天关赐福的日子 而7月十五则是地关赦罪 10月十五就是水关解恶 但是一般来说 演员一定要戴上 这种白地黑须的笑脸面具 然后身穿家关竞绝的红帽 演员没有取词念白 最重要的事情 是要一边跳一边展开吉祥调服 调服里写着很多好口彩的话 德云社这次开业 张克老师打开的调服就是写着 开始大吉 万事横通 采源广进 日进陡进 再之后 就是由天关请出德云社的 几位主要演员 最后当然是请出郭德纲 σε对方 这里面还有一个细节 在网上也流传甚广 月云鹏 鸾云平等在撒糖的时候 躺掉在地上了 在抛给观众之前 月云鹏捡起地上的糖 自己掀长了一颗 有人说这是月云鹏尊重观众 小哥哥我倒觉得 也不一定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月云鹏这么做 确实视频一随和 也有一种有福同享 游戏统战的意味 也真是细节决定成败 不愧是小月月 在成立德云社 麒麟剧社之后 2019年郭德纲 又成立了太平剧社 专门从事平剧的演出 2019年的3月15日 太平剧社在北京三庆园 进行首场演出 《乾坤代》之前 也有跳家观的仪式 有着几百年历史的跳家观 和古代的挪舞 有着很深的联系 因此在今天看来 是古老又神秘的一种表演 如今还能看见 如此有仪式感的传统继承 这也是德云社 在传统文化继承 传播上的用心和努力 他开着旅剧家的 天单车去看德鱼说 天桥新街口 三级互广 互广他都取过 今晚演出的演员 酸的伤势 他最喜欢 他回到家里 打电话 让我唱叫小番 他总是 只留下电话